Dennis和Barbara Ramey 寫了很多給夫婦的輔導書 其中一本叫Moments Together for Couples 就是給夫婦一齊看的 其中一個英國傳教士 名字叫Elizabeth Ellaword 英國傳教士長大後有兩件事是很遺憾的 第一件事是她的頭髮又黑又直 其他女同學的頭髮全部有金色 沒有銀色的 但有金色又紅色又彎 頭髮很漂亮 她覺得有黑又直的頭髮很醜 第一件事是遺憾 第二件事是 大概高到差不多的時候 突然停了 就是這麼高 好像阻礙了 不能再高 我不知道這裡的高人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算你現在已經不再發高 不是發高 即是長高的時期 我想你小時候都一定經歷過 我自己又不是很高 但我經歷到這件事 就是不夠高 每年新年 那些什麼姨媽姑姐 一定是誰最高 那些姨姨姨姨姨 一定是在這裡排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於你來講有沒有影響 但對於Elizabeth Elleward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遺憾 因為為什麼呢 高到差不多停了 她的同學繼續高 每次看別人的時候 就要這樣看 當然很不開心 但是到了過了很多年之後 她被神呼召了去做宣教士 去哪裡宣教呢 去中國宣教 當她去到中國宣教的時候 她一看著那些人 即是發覺我們這樣的樣子 就發覺 哎呀 真是感謝神了 為什麼呢 看著那些人的頭髮 全部都是有刻有直的 除非我們電法電端她 但是那個時間 我想不流行電法 宣教士的時候 另外呢 還有那些人 大概全部都是去到她 發高發度 停止了那裡 那些人又停止了 那就很對 不會說她自己突然間 跟那些人全部不同了 她看著頭的時候 她發覺 原來神在她的生命 很小 所以她就說 哎呀 神啊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即是 你真是知道 你們在生命裏面做些什麼 她小時候 她看不到 但是原來她小時候 神已經是有一個的旨意 人生的旨意 是給她的生命裏面 是已經給了她 而帶領她日後之後 一路一路這樣去跟隨 所以呢 今天 神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或者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面 都同樣有一個的旨意 但是在我們生命裏面 我們能不能夠知道呢 或者我們找到 知道沒有 神在我們的生命裏面的計劃 是些什麼呢 今天呢 這個廣道主題叫做 來跟從我 神說 給我們聽 在我們生命裏面 有一個計劃 你來跟我 或者跟著我的暴露 為你的安排而行 怎樣跟法呢 和神如何呼召我們法呢 今天呢 讓我們一起在聖經裏面學習 大家手上有聖經 的話呢 請你打開 馬可福音 一章 我們由十六節 一路讀到第二十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所以請大家 找一找聖經 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聖經 新約聖經第四十七頁 新約聖經四十七頁 馬可福音 第二卷的福音書 第一章 第十六至二十節 找到嗎 找到我們一起讀好嗎 預備起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 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裡殺網 他們本事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 跟隨了他 耶穌稍往前走 又見西彼泰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汗 在船上保網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 他們就把父親西彼泰 和故宮人留在船上 跟從耶穌去了 好了 在這段聖經中 講到主耶穌基督 怎樣的仇 開始出來 他自己都經歷到神的呼召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生活 知道我的工作要開始了 所以他出來 在這個討告完畢 即他授完洗之後 去這個礦野授完試探之後 就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呼召這些門徒跟隨他 所以一開始耶穌基督去 順著加利利海邊走的時候 就見到西門 西門即是彼得 西門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然後見到他們殺亡 耶穌就呼召他們 然後走不遠 又見到雅各和約翰 耶穌基督又呼召他們 你會發現耶穌基督呼召什麼人呢 彼得、安德烈、雅各、約翰 那些是什麼人呢 其實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漁夫 其實漁夫當時在加利利的環境裡 大部分人都做漁夫 因為在加利利湖 這裡附近住的人 主要都是用打魚 或者捕魚為生 所以一個很普通的人 不是說有什麼學問 有什麼背景 或者不是有什麼宗教的背景 或者不是出生在官患之家 有什麼勢力 又不是學者 又不是有錢 什麼都不是 很普通的人 一些打魚為生的人 幾個社會裏面的普羅大眾 很單純的一個市民 但是耶穌基督就是要選 這幾個這麼普通的人 一起 跟他們去做這個天國的工作 為什麼耶穌基督對這幾個普通的人 有這種信心呢 其實都很難找的 林肯總統其中有一次說過一句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上帝一定是愛世上的平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數目是最多 世上的平民數目是最多 其實就是看到和相信 這幾個人 這幾個很普通的人 如果這幾個很普通的人 他肯將他的生命交在我的手上 耶穌基督這麼想 這幾個很普通的人 就會成為最不普通的人 甚至可以將整個社會 整個世界改變起來 你想想 耶穌基督十二個門頭裡 有誰是特別說有錢的 有誰是特別說很有知識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 但是那些很普通的人 當他們肯跟隨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看一下比如比德 一個本來很魯莽的人 很衝動的人 但是當他跟隨耶穌基督的時候 耶穌基督可以將他改變起來 平凡的人 有很多不平凡的事 在他們的生命裡發生 有人說什麼呢 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看東西 有時候很悲觀的 譬如有些人 如果你帶他去告訴他 他看著流奶與蜜之地也好 他可能只是想到的東西 看到流奶與蜜之地 可能只是想到加勞里和膽固醇 想不到 這個是這麼美的地方 可能只是看到那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耶穌基督卻是什麼呢 卻是在我們還在一個橫石的時候 就是石頭的時候 他看到我們裏面 人生品質、質素裏面的可能性 看到那種的美玉 在石頭裏面 可以變成這塊的美玉 但是問題就是怎樣呢 問題就是我們 願不願意將這塊玉 這塊石 放在神的手裏面 然後讓神磨 然後讓神磨到 這個工藏網 摸到這塊石 變成一件珍貴的肉器 或者一件珍貴的食物 有些人 所以普通的 例如你如果坐在那裡 你覺得自己不是很厲害 只是很普通的人 但是呢 如果你願意將你的生命 交到神的手裏面 神都一樣可以很大大地去使用你 如果你坐在那裡 你覺得自己也挺厲害的 不是啊 我也挺有背景的 那麼呢 你說 哎呀 神還呼不呼照我呢 我不是很普通 不過神 你呼不呼照我呢 那我就要看看 就要看看神呼不呼照你 為什麼呢 因為神簡選人的時候 要簡選些什麼人呢 戴德生有一次說什麼呢 戴德生有一次說 戴德生有一次他說 他本來以前 以為神簡選的 就是要簡選一些 strong enough 即夠強壯夠堅強的人 後來慢慢 他才發覺 原來不是 神要簡選那些人呢 是要簡選那些 weak enough 即是軟弱 救那些人 那些意思其實不是說 哎呀 神 誰最壞的就選誰 不是這樣的意思 神的意思呢 就是當神去簡選人去使用 或者簡選人 一直帶領他們的時候 是要看那個人本身的心 是一個剛強的心呢 橫緊的心呢 至高至大的心呢 還是一個謙卑 受教 在神面前裏面 摊為 即是看神為強 看自己為弱 的一個心 記不記得 薩姆爾 神叫薩姆爾去選 將來的皇帝的時候 薩姆爾去到這個 大衛的家裡 大衛有很多兄弟 薩姆爾看的時候 看到一個大仔出來 哇 高大威猛 那麽英俊 一定是這個 神說什麽呢 神說不是 不是這個 為什麽呢 神說人看人呢 很多時候是看外表 但是呢 神挑選人 或者神看人呢 就是看人的內心 所以今天我們坐在這裏 想想 神選不選我呢 或者神說你呼不呼召我 其實神也呼召我們 每一個人 問題就是 我們 會否回應 祂的呼召 你發覺神很厲害 我們叫神有個X光眼 聽清楚 不要在這裏睡著了 以為牧師說青光眼 是X光眼 為什麽有X光眼呢 神一看在你那裏的時候 什麽都看見了 你不要想著 我有些東西可以藏起來 神可能不知道 這部分的東西你不要碰 你可以說不要碰 不過呢 神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如果你問 哎呀我今天坐在這裏 神你選不選我呢 我是一些都幾厲害的人來的 這樣的時候 我想就要 你反問一下自己 神不一定不選擇厲害的人 神也不一定只選擇厲害的人 我想還要除了厲害之外 或者有一個某一些 其實那些厲害的人 都是全部神做出來的 想想 你有哪樣恩賜不是神給你的 所以其實都是神給 但神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怎麽用呢 在歷史上有兩個人 都叫做素羅 不過呢 第一個就是素羅王 本來神都選了他的 選了他的 但後來他自己太過驕傲 不讓薩母義來自己獻祭 其實獻祭的東西 本來應該是祭師做的 薩母義這麼久不來 不用了 我自己來獻祭 獻祭的東西不是最重要 但是是獻祭的背後 他的動機是什麽呢 為什麽他要這樣做呢 那樣東西可能沒有人知道 但只有神知道 但是就是重要到 就是自從那次做了那樣東西之後 神就不選擇他了 神就另立另一個王了 所以看到那樣東西 那個心態的背景很重要 另外有一個人又叫素羅 新約的了 那個叫誰 寶羅 寶羅 就是寶羅有沒有背景 蘇羅有沒有背景 蘇羅有很多背景 猶太人 不是 是猶太籍的羅馬人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又有這個背景 作為這個 法利賽人的背景 在這個加馬列門下 一直學很多東西 什麽都知道 神選不選擇他呀 神選擇他 即是說 不是說沒有背景那些 不選擇 但是神選擇他的時候 他的心態是怎麽樣 他那時還未認識神 但是他就說 哎呀神啊 你是誰啊 神說我就是你迫伯的耶穌 好 之後神選擇他之後呢 他一路去學習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所以神可以更加大的使用他 看不看到他怎麽樣 將這個福音 神藉著他 將這個福音 帶給這個外邦人 然後呢 亦都在《新約聖經》裏面 寫了很多的書信 造成這個《新約》的一大訣 如果沒有了寶羅 可能我們今天看不到 那麽多東西都不定 所以看到神可以去使用人 那麽問題呢 就是我們願不願意去 給神去使用 那麽神呼召人做什麽呢 神呼召人做什麽呢 神呼召人做什麽呢 神叫他們做什麽呢 叫他們做一個打魚 一個得人的餘夫 不是說叫他們呢 喂 我呼召了你 你就做拉比啦 即是你做教師啦 或者你做研究工作啦 你在教會裏面 不是 神叫他們做得人的餘夫 去為神而得人 去做拯救靈魂的工作 那麽 耶穌基督的門徒 一定其中一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做全福音的工作 要去做得人的工作 要去做得人的工作 基督徒得救了之後呢 千萬不要做一件事 哎呀 我現在得救了 哎神呀我多謝你 然後呢 就坐在家裏 或者躲在家裏 或者躲在教會裏 自己閉門造居 慢慢呢 我讀多些聖經啊 我去祈禱啊 讀經啊 只要自己搞定自己 這樣呢 其實 不是神想要我們這樣 只要這樣做 神呼召當這班人的時候 呼召了他們 不是說將他們變成 哎呀 淑令很厲害 知道很多知識的人 而不是去侍奉人 神呼召他們來做什麽呢 神呼召了這班人呢 是叫他們出去做得人的餘夫 的時候呢 就是給他們一個新的使命 一個新的目標 和一個新的任務 而這個新的使命 新的目標 新的任務呢 對於他們來說呢 是很重要 就是對於這班人 這班門徒來說呢 是跟以前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們做基督徒的時候呢 我們 神去呼召我們的時候 其實神也是呼召我們去侍奉 在用這個生命去侍奉神 和去侍奉人 神說什麽呢 天國 在天國裏面 誰願為大 就做人的用人 誰願為首呢 就做人的仆人 這個是神給我們一個任務的使命 最近有一個 research呢 個 survey 在一個統計 就是問那些呢 大過在美國啊 大過九十歲的人 問他們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一次 就是再生活過 你們會做些什麽事是不同的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怎麼說呢 那些人呢 就是說 我用英文說的 因為今天有幾個坐在這裏 只是會聽英文的 I would reflect more I would risk more and I would invest more things that would outlive me 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reflect more 想回多些 反省多些 在生命裏面 做多些反省的工作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呢 他會 take 多些 risk 就是肯沒有多些錢 你發覺生命有時很多 我們停滯不前呢 就是因為我們不敢冒險 我們不敢走出 去我們那個 comfort zone之外 我們這裏很舒服 這件事我整天都做的了 我很習慣做 但如果神叫你做些 那樣東西 你平時沒有做過的 有時我們就不敢冒險 不敢放下一些 我們平時做開的一些東西 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 那些 就是 投資多些的時間 和精神 那些東西呢 那些東西 是會 outlive me 就是會比我更加 可以延長下去的 更加長命 會有永恆的價值 多些的 你看看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和約翰 當耶穌基督呼召他們的時候 他們是否這樣做 我想呢 其實他們之前已經見過耶穌了 不是說耶穌基督走到海邊 或者去到湖邊 你啦 他們就跟隨他 是耶穌 因為安德烈 是約翰的門徒 之前 而約翰就是幫耶穌施浸的 所以其實之前 這班人 這班漁夫 都應該見過耶穌 看過他的生命是怎樣 和聽過他所說的 所以當耶穌照他們的時候 他們看到耶穌的生命 被耶穌感動 他們就作出這個回應 所以當他們在生命裡的時候 耶穌照他們之前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作出生命的一些默想 然後呢 他們肯冒險 放下他們一貫的生活 打網 打雨的生活 跟著耶穌 不知怎樣的 但是他們肯冒險 然後呢 他們投資他們的時間 在這個永恆的生命裡的時候 那個天國這件事 是比他們更加重要 大家有沒有想到 耶穌基督呼召他們的時候 是叫他們和耶穌一起做合夥人 今天我問你 如果有個很有錢的 很成功的生意人 跟你說 喂 你來幫我合作 我給你一些股份 我要出什麼本 什麼本都不用出了 然後呢 你只跟著我 你幫我做事 這樣就行了 你做不做呀 做不做呀 做 有些懂生意的就做 不懂那些 想一下吧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哪有這麼大的 甲垃圈 隨膠跳 不知人家這樣 不知人家這樣 不知人家弄我呢 有些什麼 暗中的巧妙東西 其實沒有的 正如耶穌基督一樣 其實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他是世界上 上面 宇宙萬物裏面 最大的波士 什麼都是他做的 然後他說 喂 你們來 跟隨我 跟我一起 跟我一起做什麼 合夥 做他partner 就是做耶穌基督的拍檔 做耶穌基督的拍檔做什麼 做這個傳播音的工作 做這個建立天國的工作 那你想一下有沒有什麼 是比這個更加偉大的 你想不想到有什麼 是比這個 幫宇宙的全能主 一起去建立這個天國 有沒有東西 比這個更加有意義 和更加有永恆的價值呢 在你生命裏面 有沒有呢 當我們想一想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是將那些 生命裏面其實很多選擇的 那些耶穌基督的門徒 經常都知道 要做一個選擇 那個選擇是什麼呢 那個選擇就是 生命裏面有很多好東西 但是呢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懂不懂得去選一件 最好的東西 我們很多時候 這些人 這幫人那時候 在做什麼 這幫人那時候 在做那些打魚的工作 好好的生活 好安定的生活 好不好呢 好 不過這幫人 當耶穌基督呼召他們的時候 叫他們做天國的工作 和耶穌做全能神的拍檔的時候 好不好呢 站在一個永恆的立場 這件事更好 更有意義 所以這幫人就去 在生命裏面 神可能都呼召我們 呼召我們 呼召我們做什麼呢 呼召我們 未必一定呼召我們 做全時間的全導工作 但是呢 神可能會寬照我們 當我們將我們的生命全然的交上去 和跟隨他的時候 你可以在你的崗位上面 好好地去侍奉他 和有一個新的任務給你 有一個新的意象給你 就是在生命裏面去見證他 和去榮耀他 然後呢 叫人 認識主 和歸主 你想想如果在社會裏面 譬如現在在三藩市一帶 灣區一帶 最傑出的青年 或者最傑出的人才 最好的那些 全部都是基督徒 你說多能夠榮耀神呢 有時候我都挺生氣的 凡親奉獻做全導的那些 總是讀不成書 入不到大學 入神學院 我覺得真是慘了 把最不好的那些就給神 不過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好現象 現象就是什麼呢 很多那些博士啊 讀完書那些啊 做了很多年功 很成功啊 醫生啊 突然間發覺 神夫召他 他願意放下那些東西 然後呢 他們願意去 試奉神 我覺得這一點好 最好的那些 我記得我以前 我讀書的年代 就是流行什麼呢 流行羅文的 就是哪些出名 現在羅文出名 你都不知道他是誰 這個人有人知道他是誰 我讀書的時候 流行羅文是很出名的 唱那些歌 我其中一個老師 梁堅成剛剛讀中節 他說什麼 如果羅文現在出來唱 奇異人天 可等 那麼甜 不用說了 唱完之後 整班演奏的人 全部信主 或者不是全部信主 大部分人 羅文都信 我們都信 其實不是說羅文很厲害 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是什麼呢 在社會裏面 重要的人 或者那些好的人 如果他們能夠 將自己奉獻給神 作為基督徒 那個效果是很大 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想到原來 你的生命 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如果你將你的生命 交給神的話 使用的話 那個影響力 是大於你不將神 不將自己交給神 或者你將自己交給其他東西 那個影響力 恩偉耀其中講 那句的例子 就是什麼呢 他說 很普通的人 他那時候在忠神教書 忠神呢 你知道如果他的忠神 忠神在香港 九龍塘那些地方 有些舊屋來的 那一下雨就水浸 那一水浸 就浸到那些廁所又浮了水 那些坑渠水又浮了水 全部浸到那些老師全部停課 不敢 也不可以下去 但是那裏有個童工 那童工就是 說什麼呢 他以前不知道在監獄做什麼 做完之後 放了出來之後他信了主 那然後那個童工就 下去 就拿起個腹腳 拿起個腹腳 然後就拿著兩個大筒 就下去 舀那些癡渠水 那些坑渠水 那些坑渠水 和那些廁所水 混在一起的?! 那些髒髒髒髒的水 我問問一問你 你會不會這樣做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的話 或神叫你的話 这个是第一个感受 下去 然后不停彼 彼完之后 还很厉害地说 我彼了四十大桶 然后跟着彼 我又问他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他说 你不怕? 不怕骚髒? 搞这么厉害 他说 不怕 为什么呢 他说 你们就是传道人 神学生 做神的工作 他说 我说这些东西 我就不会说了 他说 但是我做的工作就是 塗这些水 厕渠水 做清洗的工作 我很好地处理这儿 我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东西来感谢神 去荣耀神 起码我在天国上也有粉 这个是他的有粉 今天我问大家 你在天国里面 你的粉在哪里? 耶稣基督呼召那帮门徒 然后那帮门徒又怎样? 那帮门徒要付一个代价 做耶稣基督门徒要付一个代价 他的代价是什么? 一个刚刚在撕网 捕鱼 一些刚刚在捕网 又是准备捕鱼 但是结果他们将那些网留下 寻去他们的网 然后将他的父亲和故宫留在船上 意思就是 他平时的生活形态 或者平时的工作 或者某些性格 某些习惯等等 他放下 他肯为神放下 然后甚至可能离开了他的家庭 离开了某些位置 比如你的名誉 地位 某些学位等等 然后他去跟随神 这是他们的代价 他们就是选了最好的一件事 今天 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选了什么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今天是年头了 在1997年里面 现在来着 这一年里面 你会选择怎样用你的时间 你会将你1997年里面的时间 怎样分配 有几多是分配在你的家庭 有几多分配在你的事业 有几多分配在你的娱乐的时候 有几多你分配是给神 家庭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 其实都可以给神的 不要分开 因为为什么呢? 你做一个好父亲 你做一个好母亲 好的儿女 都是去荣耀神的工作 但问题就是 你怎样去做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将最好的选择? 圣诞节我们经常做一些交换礼物 交换礼物 你抽了个数码 你就出去选择 那你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一样 只可以选择一样的时候 有时候看见那些小孩 选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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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不知道选择一样 选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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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样最好的 选择一样 选择一样最好的 神帮你安排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今日 我知道有些人 在未信主以前 每个星期就去CSM 做崇拜 我不是做崇拜 去打网球 但信了主以后 每个星期不再去打网球 他都放下了他的網 不過是網球的網 然後回來教會裏 去侍奉神 去敬拜主 是否正確的抉擇 你在這裏坐下 想一想 這是否正確的抉擇 我想這個抉擇是他人生裏面 最重要的抉擇 今天神叫你放下什麼 今天神叫你放下什麼 每個人都不同 但你要跟隨主的時候 神在你的生命裏面有一定的旨意 你怎樣跟隨他呢 你願不願意放下一些 那些不是那麼重要 或者卡住你和神的關係 而去跟隨神呢 願意我們每個人都懂得 用一個最好的抉擇 我小時候 不知為何有一個經歷 就是我在香港大 大部分人都是講 廣東話 我不知為何一看見人 有些人中國的樣子 但講英文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很有趣的 我很難形容到那種感覺是什麼 但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又有一種好像 我將來都可能會這樣 但當時不能夠形容 不能夠說出來 但我總而言之 見到人這樣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很有趣的感覺 還有我講 我的英文 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名校 但是那些英文 講的那個語言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不知為何都很順 現在我回頭看回的時候 我就發覺原來由我小時候開始 神可能都已經選了我了 做什麼呢 就好像Elizabeth Ellerworth 做什麼呢 都是做宣教士 不過不是向中國 都是向中國人宣教 不過是向Chinese American 在美國的華人 來傳道去服侍 從小時候 可能我未知的時候 神已經為我預備了某一條路 今天神為你預備的路 是什麼呢 神在你生命裡 有沒有給你一個使命感呢 你願不願意去跟從呢 如果我們去跟從的時候 我保證大家 你自己會無福 和你身邊的人都一定會無福 當然那個選擇是我們 如果我們不選擇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失去了很多 一些我們從來不能夠經歷的事情 願意我們都能夠選擇 我們去跟隨主耶穌基督 我們一起唱一首的詩歌 這首的詩歌叫做 《一勞淫令》第486首 大家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願意真的去經歷到 或者去感受到神 而不是一直引領我們 我們還去唱第一節和第三節 《一勞淫令》 祝你先去感受到祈想 我也能夠去遠足 那它便知道 可以靠 一勞淫我一生愛你 也會無愛你 也會無愛去情期 哲学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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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